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 你已进入我空域 你将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脱离 清明廉价4号一早 共机再度吸咬我国空域 随着共机扰台平凡 同样我国周遭海域侵扰行动 日渐增加 我国4艘机冀德军舰是海军目前最强战力 征搜优异之外再弹弹高 目前已经服役40到41年 盘点我国26艘一级战舰 都已经服役超过25年以上 2020年前国防部长颜德法就曾经透露 中共军舰在不到一年时间内 在我国周遭海域活动数量超过1000艘次 海军虽然有震海计划 要打造新一代飞弹巡防舰 进展却不如预期 导致一级作战舰 只好拼老命紧盯中共征巡舰 中国军费大增 外界形容中他们的水面舰 就像下水脚一样 陆陆续下水 调派上分身法 我们的主战舰艇不够20几艘 多半都已经服役快20年 原本要打造4500吨新巡防舰的计划 2016年公布 原例2018年要开工 建造原型舰 受限雷达规格等问题不断延后 就连海军去年都坦言 进度得再往后挪 海军回应现有各型舰艇 装备妥善可有效进行防卫作诊任务 只不过面临中国武力威胁 如何让国国军舰 占领到位 国军得在家族马力 三零星黄大风 马云文台北报道